HELLO 大家好,我是史丹利 昨天在週季球場的監控大戰上演了一場精彩的投手戰 前八局雙方得分都掛蛋 一直到第九局兄弟才突破了富邦的守護神曾俊略 靠著林書逸的再見安打收下二連勝 雖然相隔三天卻是連兩場跟對手說再見 而落敗的富邦則是在三連勝之後苦吞二連敗 前陣子換打較復蘇的火力 似乎又被本週的雨勢狠狠交洗了 那本集影片讓我們來看看昨天比賽的一些細節 講一下我認為富邦落敗的關鍵 還有兄弟的隱藏MVP吧 首先講一下兩邊丫頭的表現 泰迪跟范米特的內容都差不多 也都沒有掉了任何分數 三陣是范米特比較多 但保送是泰迪丟比較少 最大差別在於用球數 范米特第一局就用了25顆球 最終投完7局用121球寫下本季新高 遇到的危機不少 但關鍵時刻能夠靠三陣化解 特殊的那顆曲球今天都能夠丟得出來 搭配上二風獻聲卡跟變速球運用 讓兄弟打者難以突破 打得最悶的是高宇傑 三次打擊三次都被三陣 兩次是曲球 另外一次則是被變速球K掉 高宇傑還是上當了 所以這個腦殼我還蠻有威力的喔 三間掉的高宇傑又留下了慘蕾 所以在四局打完雙方還是平手0比0 值得一提的是 范米特這場比賽終於又可以跟戴白鋒先發搭配了 繼5月4號8局11分奪勝之後 昨天又是7局50分的演出 比起搭林昆森跟張靜德 范米特的大戴白鋒確實是有更強大的效果 而兄弟最有機會突破范米特的時機點 應該是四局下半 首名打者詹子賢敲場打站上得點圈 接下來靠常溫姐的滾地球推進 結果一出局三陣有人 約東華的滾地球打向一壘 卻被范國城攔住 把三壘往本裡跑的詹子賢出殺 也讓黃三軍錯過仙持得點的機會 至於泰迪一直投到第九局才被范國城敲安之後退場 用球數110球卻比范米特還要少 雖然無失奔 但整個過程並不到完全壓制 以控球而言我覺得還有加強的空間 去年上班季還在試隊時 泰迪的BB9是0.84 今年開季前三場共23局沒有投出任何保送 結果從4月28號被位拳龍打爆之後開始 連續五場都至少單場兩個保送 這真的不像我認識的那個王牌泰迪 當然靠著那顆只差辯的訴求 泰迪還是能吃定富邦打者 而且從數據來看 他對富邦真的特別有一套 現階段已經是連24.1局無則師的演出 本季對戰防禦率加到0.30 現在的防禦率是1.01 跟布里漢同為邦邦最大的惡夢 左手的封鎖 從兩隊的情況到時候變化球 多數都是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雖然說富邦怕泰迪 但昨天他們也有蠻多次可以突破他的機會 特別是7、8、9最後三局 但富邦卻敗在了短打的身上 第七局泰迪控球不穩率先保送了葉祖軒 此時富邦選擇讓深浩偉短打 畢竟比賽到後段了 而著深浩偉後面的戴肥鋒 前兩次打泰迪都是安打 所以教員團下達觸擊戰術一點都不奇怪 但問題在於 深浩偉擺出短打點了兩球 結果都點成界外 變成球數落後給投手 只能選擇正常揮擊 而他最終打出了右外野飛球出局 沒有推進一壘跑者的效果 第八局換成王勝偉率先敲鞍 又是五人出局一壘有人的情況 教員團讓第一棒的專偉恩來點 結果第一球點成界外 第二球點一個小飛球 徐熙龍選擇讓他落地來抓二壘的跑者 所以專偉恩站上雷包 但這個短打戰術依舊是失敗的 有趣的是 徐熙龍這裡是技術型讓球落地 理論上要先傳一壘抓打者 然後再用逆雙殺的方式觸殺跑者 結果他應該是腦袋這樣想 但身體反射性不聽話就往二壘傳了 讓這個大好的雙殺機會破滅 第九局太極去投 富邦又靠置范國城的安打率先上壘 這次他們不信邪繼續點 結果葉竹軒在一壞球之後點下去又點飛 這次球在空中停留的時間更久一點 徐熙龍沒有讓他技術性落地 反而直接接起來快傳一壘 順利完成了雙殺 這裡一定要幫富邦跑者泛國城暴躯 以他的角度真的會怕徐熙龍 又要故意讓他落地來抓雙殺 所以才在累間猶豫 只是被徐熙龍擺了一道 真的讓富邦士氣大傷 所以富邦連續三個半局 熟明達的戰上壘包 然後一二再再二三的短打失敗 如果第九局沒有雙殺 其實很有機會趁泰迪下場時 來突破看看九位投球的呂彥晴 只能說真的太可惜了 至於兄弟這邊 最終贏球的MVP是敲出在京安打的林書毅 賽後駐總為大戰 則是一支價值連城的安打 畢竟林書毅去年因為左腳韌帶撕裂 大半時間都在癢傷 上場機會也受到嚴重的擠壓 近期是因為疫情地補名單才升上了一軍 目前17-8 打擊率高達4x70 應該可以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機會 試了對決 之前還沒有對戰紀錄 結果球輸出了 白白線 白帶 第二次連續的安場跟人家說再見 這個禮拜是不是這麼流行的說Goodbye呢 禮拜二的台東 東哥也在 今天禮拜六的週季 我們又跟對方說Bye Bye了 哇 林書毅才今天當英雄啊 是在0.0停手的局面 在9局的下半蠻累的情況之下 敲出了這支個人猛打賞的第三支安打 再見安打 讓這場比賽最終就是以這麼的1分1比0 讓忠心兄弟在本週拿下第二場比賽的勝利 不過我認為兄弟還有一個隱藏的MVP 就是昨天跑回再見分的月動華 別看他帳面成績3-0不起眼 光是昨天第九局面對曾俊越時 纏鬥的10顆球選到寶宋上壘 後續開啟兄弟一連串攻勢 就已經能凸顯他的價值了 要知道曾俊越昨天一上來就火球連標 面對陳文傑第一顆155 後來還標到156 追品的個人最快記錄 很快就拿到一出局 但面對月動華卻在滿球數之後 遲遲解決不了他 直球被破壞掉 滑球也被破壞掉 就算是155公里的速球也一樣 下一顆131的滑球 月動華還是打得到 結果讓曾俊越選擇賽內角硬拚 可惜太裡面了 最終形成寶宋 這個打擊 月動華耗掉了曾俊越10顆球 讓他後續面對周思琦跟江崑宇都明顯控不太進去 而且對江崑宇投出的第一顆滑球 雖然帶白鋒擋在前面 但球還是往旁邊飛了一段距離 月動華第一時間就賣力往三連衝 這個跑壘當然會給富邦頭部更大的壓力 只能乾脆閃打極王江崑宇把壘包塞滿 跟王威城、林書玉來個正面對決 可惜雖然三陣剩下對他9-0的王威城 卻過不了林書玉這一關 我們都知道洪總俊也曾提過 要讓曾俊越轉先發試試看 但這個想法在今年並會被延續下去 我認為還是跟他的球種比較單調有關 曾俊越的直球夠快轉速也高 就算控制高角度的位置進壘 其實多半還是會讓打者出棒來不及 但除了直球以外 他就只剩下滑球可以配 而這顆滑球的威脅性跟直球比是有落差的 也容易被鎖定到就像林書玉這樣 所以他的未來課題恐怕還是得強化這顆滑球 又或者試試看練縱向幅度更大的直差 或者需求來增加速差 就算只投一局繼續當終結者 也可以在面對打者纏鬥時 有更多的武器來對付他們 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然後要補充一下 兄弟昨天回到週季 真的就馬上終止連六場失誤了 果然 家還是最溫暖的嘛 我是閃利 現在喜歡我的影片不只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還可以用超級感謝的功能 贊助我散出更多更優質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